大家好,我是敵方熊貓 今天熊貓教學如何拿到七彈裡面大型跑的全部獎勵 大型跑是每三個月一次,官方會公布時間 本次的大型跑就是6月8號到6月9號 而收彈數滿足官方指定的條件 就可以獲得右下角的泳圈杖模型 該模型可以放在伺服櫃裡面 滿足85顆是銅色裝飾品 110顆以上是銀色裝飾品 135顆以上就是金色的泳圈造型 活動期間內跟熊老闆對話可獲得擠蛋器模型 而只要頭目草滿的話就可以挑戰頭目 那這次的頭目是三個特別活動 如果你擊敗他的話就可以獲得三頭目規章 非常的好看喔 網路上的打法是先擊敗成龍 然後拖巨二去咬這兩隻怪 盡量先把成龍的珠珠咬掉 全部的順序是先打成龍再橫鋼 最後殺巨二 但是我看日本的頻道 他們是先殺成龍 然後再打巨二最後再殺橫鋼 但是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拉巨二去殺這兩隻魔王啊 不然當靠輸出是打不死的 該會章就是頭目聯合的會章可以放在背景處 最後一個最難取得的就是這個熊先生商會直升機 可以在置物櫃裡面擺放 必須要在打工等級傳說八百二以上 才會出現危險度 三三三的挑戰 並在危險度MAX這個模式 擊敗三頭目 出現這個訊號然後再擊敗頭目聯合 就可以獲得剛剛的珍貴直升機 小貓第二天跟群內的 七彈有終於打死 頭目聯合 那到直升機了 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一下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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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貓請三個傳說999的帶我 我就可以直接打危險度333 算是一個秘技 最後再跟熊先生對話就可以拿到 這個直升機 特製的裝飾品 但是如果你的程度沒辦法打危險度MAX 就算請人帶 其實也是很困難的 除非那三個真的是神隊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